他叫陈桂林 连杀几十人 却被数万群众誉为最有正义感的孤单英雄 即使被执行死刑二十年后 依然有无数人为他倒霉 因为他所杀的无不是穷凶极恶的恶贯满营制度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电影 今年春节当后期最爽最炸裂的犯罪神作周处除三害 陈桂林是震惊台湾岛内的疯狂杀手 由于奇异言不合就杀人所有人都叫他疯子 他刚刚杀了黑老大红叶 就直接来参加红叶的葬礼 因为在葬礼上他要杀另一个黑帮老大 对方刚一露头就被奇异枪撂走 数百名小弟吓得当场尿盾 陈桂林本想离开 但看到对方没死 直接上去了 陈桂林直接霸气离开 让现场每一个胆战心惊的不惑在记住 更疯狂的是 他逃跑前还故意对现场的警察潇洒一向 刑警队长李慧飞速去追 但陈桂林根本就是一个疯狂 不但打起架来不要命根本不怕他 为了逃跑更是直接从顶头一跃而下 李警官与其缠斗直接被对方抓起力气刺进眼睛 李慧火速拔枪射击 但被对方躲过冲上来摁住手枪当场制服 陈桂林转身逃跑 被通缉多年他一向谨慎 每次出门都要在门缝里放一颗痘 回家后放到嘴里咀嚼一下 以判断有没有人偷偷进来 奶奶是他唯一的亲人 但因为肿罗去世了 给他留了一百万的遗产和一只手表 药店的贵仪告诉陈桂林他得了肺癌晚期 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存时间 劝他自首 他一直不敢自首是怕奶奶看到新闻会难过 现在奶奶去世他可以去自首了 然而第二天去自首时阿瑟居然没认出他 还让他到旁边排队 陈桂林大怒我是来自首的 阿瑟告诉他自首也要守了规矩 陈桂林看到警局的通缉犯名单 第一名是枪杀几十人的林陆河 第二名是地头蛇香港仔 自己居然才排第三而且被其他文件盖住 既然奶奶已经去世 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他要干一个大的 成为天下静人皆知的第一汉口 他找到药店的贵仪打听到香港仔的消息 香港仔为人心狠手辣 控制欲极强 不但贩毒时喜欢黑吃黑手下 一言不合就会被气九亭爆头 而且香港仔还控制了一个理发店女孩 陈小美作为自己的女友 长期控制和虐待 陈桂林在窗户对面亲眼看着这一切 直接确定了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香港仔 第二天 陈桂林决定先去小美店里探探路 结果刚开始修理胡须 香港仔就带着小弟走进来 陈桂林起身要走 香港仔表示要亲自帮陈桂林打理 陈桂林为了不伤及无辜果断打理 香港仔问他是不是今天才到 陈桂林说是 我好像陈桂林已经见过你了 你已经偷看了我整晚了 陈桂林火速掏枪 香港仔直逼陈桂林眼球问他是不是来找小美 小美趁机上来化解 两个人只能休战 陈桂林第一天跟踪就被识破 看来香港仔也不是好人 而等他回到住宠 发现这里早已被香港仔的人搜查过 连自己每次杀人时都要穿的西服也被破坏 这是他前老大死前留给他 虽然不合身 屋内展开殊死搏斗 二人一路从室内打到室外 香港仔飞速逃跑 陈桂林夺命狂追 谁知警官李辉也追了上来暴揍 陈桂林想要将其带走 陈桂林此时只想替天行道 将李辉摔下栏杆 一只脚当场骨折 李辉依然不想放弃 但香港仔今天必须死 陈桂林制服李辉再次追击香港仔 二人一路来到郊外再次展开不要命的决斗 陈桂林多处负伤被香港仔制住 陈桂林发起连环重拳 香港仔抄起割草刀还击 陈桂林再次倒地 眼见不敌直接上去狂咬香港仔 香港仔身负重伤 节节败退 临死之前问陈桂林为什么杀他 陈桂林除了一害之后来到小美屋中 为其披上毯子解开手铐 随后带着小美上车一步做二步修 将香港仔小弟全部打死 陈桂林告诉小美 如果警察找到你 就说香港仔是我杀的 他要让天下人都知道香港仔是陈桂林杀的 他不怕死 他怕死后没人记住 小美也告诉他 其实香港仔是他的继父 香港仔霸占了他的母亲 母亲为香港仔顶罪入狱后 他又控制了小美 他妈的畜生啊 畜生啊 陈桂林将奶奶留给他的手表拿走 将车给了小美 自己一人离开 夜晚陈桂林包扎了一下伤口 看到自己的名字上的新闻十分欣慰 他开始找第二名汉匪 林陆河 林陆河的母亲去世后骨灰一直放在殡仪馆 陈桂林在林陆河母亲的遗物中 找到了一本名为《星星灵社》的书 上面写着重新做人 书籍出版地点在澎湖县湖西乡 书中的内容让陈桂林有所触动 也许他可以除害之后来到这里重新做人 于是陈桂林来到了澎湖 找到了书上说的教堂 里面的人看起来都人畜无害 而且对其十分友善 一上来就给其准备了丰盛的素食 陈桂林大快朵頤一顿饱餐 来到了VAP大师班 人们叫大师为尊者 尊者为他讲述生命的意义 随后众人开始唱歌 唱歌时尊者下场与成员们热情握手 陈桂林突然病情加重狂吐黑水昏了不久 醒来后尊者告诉他吐黑水是因为身体里有脏东西 陈桂林问是什么东西 尊者告诉他说了你也不懂让他好好休息 同时告诉他明天上午六点早课 有兴趣可以来听一下 尊者走后陈桂林继续狂吐不止 更加深信尊者的话 第二天上课 女学员肖香香告诉大家自己曾经是宫颈癌晚期患者 但是来到了尊者这里获得了开悟 胜过无数次的手术 现在的我 非常的健康 不需要任何的药物 不打针不吃药 坐这就是跟你闹 用谈话的方式治疗 也叫化疗 自己才是最好的医生 世界上所有的药 都比不上你自己的觉悟 我不相信 癌症晚期的陈桂林走投无路 一下子就被骗了 认为尊者真能让其重获新生 陈桂林找到尊者谈话 表示自己想找一个叫林陆河的人 尊者脸色大便问陈桂林是警察还是同行 陈桂林表示只是带了林母的遗物想还给他 尊者确定陈桂林不是警察立马放宽心 将其带到一处坟墓前 表示林陆河很多年前就死了 林陆河死前嘱咐尊者开一个心灵诊所 救济苦命远 陈桂林再次心理为真 全身心加入进了尊者的队伍 尊者为其举办仪式 在众人面前羞辱陈桂林 让其彻底失去尊严和信心 以便更好控制 陈桂林痛哭流涕彻底臣服 换衣服时看着满背的伤痕还觉得十分开心 以为自己获得了救赎 一段时间后尊者带着他重新体检 医生拿着X光片告诉他 他的肺部几乎已经康复了 癌细胞正在慢慢消失 陈桂林简直不敢相信 陈桂林对尊者更加深信不疑 也放弃了杀人和自首的想法 将武器全部埋掉 夜晚尊者为了帮弃开悟帮弃 做了一个盒子 让他把身外之物全部放进去 陈桂林将身上带的一百多万 全部放进去 尊者告诉他还不行 手表也要放进去 可那是奶奶生前给他的生日礼物 陈桂林只能忍痛将手表一起放进去 丢进了火化炉 几天后 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单身母亲 带着儿子胖仔来求尊者 陈桂林为母子二人准备了饭菜 母亲正在斋戒没有吃饭 胖仔一个人吃完了所有饭菜 上课开始尊者问你们知不知道死后要去哪里 天堂 你怎么知道你是去天堂呢 因为我乖没有这坏事情 你有吃虾子吗 有 鱼呢 也有 虾子比鱼好吃 话音未落胖仔突然狂吐黑水 母亲大惊失色抱着儿子不知所措 尊者想要上前开始骗人 结果陈桂林直接将胖仔抱起带齐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胖仔依然昏迷不醒 你刚才药下太多了 我 就跟平常一样啊 她多大 小孩要那么多分量吗 陈桂林突然闯入被学长抽了一巴掌 学长让其滚出去 原来新成员之所以会吐黑水 是因为饭菜里下的有药 这是行片的第一步 紧接着尊者带着胖仔母亲去门诊 陈桂林发现医生手上拿的片子 居然是自己几天前撕毁的那个 医生告诉胖仔母亲胖仔肺部有感染和病封闭式气胸 母亲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 求尊者帮助 她刚才浮涂黑水 应该是体内有不干净的东西 我来帮你们解决 陈桂林一个人闯入尊者的房间找到钥匙 无意中来到了尊者的地下室 这里居然富力堂皇别有洞天 而此时尊者又偷偷给胖仔加了伎俩 绝对不能让她死 是 也绝对不能让她好 随后找到胖仔母亲让其将存折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放进去 母亲照做 萧香香提醒她戒指也要交出来 可这是结婚戒指 是她对丈夫唯一的念想 你现在是在为你儿子啊 就是你这种殖民 才害你先人早早往生 尊者告诉她不悔改儿子也会死 母亲只能忍痛将戒指一起放进去 陈桂林进入仓库发现里面 放着无数受害者的墓盒 包括自己的 里面的现金已经没了只剩下一个不值钱的手表 第二天尊者为胖仔母亲举办加入仪式 用同样的套路打掉母亲所有尊严 正准备剪头发时 陈桂林走了进来将财物交给胖仔母亲 告诉她这一切都是骗局 母亲受了太多打击精神已经崩溃 尊者看到骗局被拆穿怒不可乐 让学员疯狂殴打陈桂林 随后给胖仔母亲一把刀 告诉她杀掉陈桂林才能摆脱新王 所有人都走过来逼胖仔母亲动手 此时第一天招待陈桂林的长发小伙同 尊者大怒让众人把陈桂林和胖仔母亲一起塞进棺材直接掩埋 陈桂林想要挣扎被活活按进棺材钉在里面 抬到野外就地掩埋 经常被活埋的朋友应该知道这种绝望和恐惧 而学员们则在教堂里开心地唱起了歌 夜晚尊者吃着火腿听着歌和女学员 一夜过后 陈桂林从坟墓里挣扎而出看到惨死的胖仔母亲 彻底觉醒 她要亲手为这对母子报仇 她来到林陆河墓前挖开坟墓 在里面发现了一具空棺材 并通过照片确认尊者就是头号通缉犯林陆河 而此时林陆河已经正在庆祝女学员萧香香怀孕 原来萧香香根本没得挨症 她也是合伙人之一 陈桂林拿出武器换下教堂的衣服穿上自己的战袍 林陆河这对禽兽夫妇又开始行骗 丝毫不知陈桂林已经杀了过来 林陆河 新来的受害者坐鸟受散 林陆河还想装逼 林陆河继续装逼 对她身性不移的信徒也一致转身 陈桂林意识到这些人几乎无药可救 陈桂林只能拿出通缉令告诉众人 你们崇拜的畜生是个制造了50多起枪杀案杀了6名阿瑟的恶鬼 林陆河表示大地震死那么多人 你恨过天恨过地吗 他只不过是杀了几十个人骗得无数人家破人亡 陈桂林直接拉枪上膛 第一发子弹居然哑火了 第二次还是哑火 林陆河嘴角微微上扬觉得自己又行了 陈桂林复仇成功直接离开 他不想滥杀无辜 可刚走出门外 屋内居然传出了洗脑神曲 陈桂林心想什么逼动静 一进门发现这群250居然在摇头晃脑的唱歌 陈桂林直接开枪 还没被洗脑的受害者纷纷逃出 女教主萧香香居然公然挑衅 大胆唱起了歌 我就唱你能拿我怎样略略略 陈桂林直接上子弹倒计时 女孩知道害怕说明没被洗脑 陈桂林放弃离开 其他学员不但不离开 还主动往上蹭 陈桂林不再手软枪枪抱头 专杀脑残 陈桂林让大家趁换蛋离开 众人依然继续唱歌 遇到知道害怕的陈桂林就会将其放 对于死不悔歹的陈桂林绝不手软 很快整个教堂就只剩下了萧香香 萧香香丝毫不把陈桂林放在眼里 陈桂林复仇成功来到船上借了一个电话 直接报警宣布自首 轮船靠岸时 岸边已经围了几十名全副武装的特警 陈桂林将女孩交给警方 自己坦然被捕 上车时她对着媒体大喊 最终陈桂林被判了死刑 桂一来看她 她告诉桂一自己没得癌症 是的 得癌症的是桂一 桂一故意骗陈桂林说她得了癌症 为的就是骗陈桂林自首 结果没想到陈桂林居然临死前除了两害 而桂一也帮社会除掉了陈桂林 一剂除三害 执行死刑前 小美来到狱中希望能为陈桂林刮刮胡子 但监狱不准带任何力气 刑警李辉拿出了自己的剃须刀破格准 小美为其剃须 陈桂林临死前又感受到了一丝爱意热泪纵横 她将自己唯一的遗产粉红手表留给了小美 用卡通贴贴住西服上的破洞 穿上西服来到刑场合适身份 对社会表达了歉意 简单吃了点断头餐抽了最后一根烟 医生问她要不要打麻药 她说不用了谢谢 随后医生用听诊器确定心脏位置并标记 行刑人员来到跟前 陈桂林望向远方 一声枪响故事结束 这就是电影周处出三害的故事 影片的原型来自台湾省第一汉匪刘焕荣 她曾经是让黑白两道文风丧感的第一杀手 也曾为了捐助因旷难失事的死难者家属 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逃命钱 她也曾为了资助孤儿院到赌场抢劫上百万年 也曾为了救一对母子屠杀邪教组织 最后被判死刑时 她唯一的遗言是对社会道歉 直到今天依然是台湾省内无数人尊重的道义有道的典型人 影片充斥着极为冷静的暴力美学 加上绝不心慈手软的复仇情节 让很多网友和影迷通过电影出了一口 现实之中无处宣泄的欲解之气 这也是大家觉得爽的原因 而影片中演员的表演也极为诈领 尤其是阮今天扮演的陈桂林最后的屠杀和入浴戏 连剧组人员都怕她入戏太深情绪崩溃 而陈一文老师也贡献出了大师级的表演 她扮演的尊者作恶时的种种微表情让人不寒而令 被杀时那种又害怕又得意 又要在学员面前故作镇定的复杂情绪也拿捏到了极致 再对比其在阳光普照中的心里憔悴的老父亲形象 简直判若两人 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过多的表情 但实际上面部肌肉的微小细节妙到好颠 这大概就是无声处听惊雷 人戏不分的境界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经历电影